位于高雄的一个小学 是一所校室相当长久的学校 有一排厕所坐落在校区的最后方 出了一二年级的小朋友们 没有其他年级的时辰使用 总是弥漫着一股阴森森的气息 一天下午 一个高年级的小学校 一期的男生急着上大号 正好每间厕所都有人 他实在是忍不住了 就用力拉开了第三间的门 说来也奇怪 平常怎么也拉不开的门 但今天怎么 管他呢 赶快解决了再说吧 正当的松口气 想大喊一声痛快的时候 这底下忽然有一种冰冷的感觉 他猛着猛心一看 天哪 一只枯瘦的手从下面伸了出来 他大叫了一声 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刀 往那只怪手上划了一刀之后 马上就冲了出去 自此以后 他再也不敢踏进那间厕所一步 过了很久之后 这件事情 渐渐在那位高年级学生的脑中淡忘了 有一天 他与三五个好友 在那排厕所附近的篮球场打球 一个往反方向的球 竟转个身飞进了厕所里 同学们怪他乱传 并叫他赶紧去把球捡回来 他嘴里嘟囔着直进厕所 远远的看见一个老婆婆 拿着那个球从厕所里面走了出来 他小跑步的到老婆婆那 想拿回那个球 可是好奇怪啊 老婆婆的脸始终没有抬起来 但他手背上的刀痕吸引住他的目光 他问道 老婆婆 您的手背上怎么有刀痕呢 只见老婆婆浑浑地抬起了头 睁大眼睛瞪着他 甘笑两声之后说道 那是被你割的呀 你忘了吗 说完之后 便张牙舞爪地向他扑了过去 他哇的大叫一声昏了过去 据说啊 那位同学被吓成了痴呆 而厕所不久之后也拆除了 他会不会被吓成了